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力邀成功人士分享人生感悟 与您一同成长在路上 他大学毕业后加盟联想投资 因为业绩卓越 在六年的时间里迅速从投资经理升为副总台 我觉得投资人和做企业形象的比喻 就是一个是司机 创业者是司机 投资人是副驾驶 咱们共同点是什么 抬头看路 他在企业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使公司三年内取得了超过一百倍的业务成长 产品永远是一 市场是和管理是零 一要立得住 后边画零 但是一如果立不住 画多少个零都等于零 他对中国的电信 互联网 新媒体产业 有着深刻的理解 同时对企业战略规划有着深远的思考 中国市场是UC的根 UC在中国能够持续地赢 我们在海外就一定赢 他就是优势科技UCWeb首席执行官于永福 本期节目于永福和您分享企业如何留人 你现在目前作为公司的CEO 你自己觉得比较 就是比较犯触的是什么东西 互联网就是一个球 你看到的是你拥有的用户 要产品最后是人 所以UC呢 就是或者我花很多时间 投入资源去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人才的问题 因为互联网今天啊 跟PC互联网来比 在这点上呢特别明显 就是移动互联网的技术人才 是严重不足的 学校又不培养 没有 就是你学校拿开了一个 说是基于苹果操作系统的开发 基于Google操作系统的开发 基于Synbin的操作系统 没有 大学的计算机课程都是什么 在计算机上基于Windows平台 如何开发 在移动互联网上 Windows是一个小数 个位数 那您说怎么办呢 所以说我们感受到了 就是在人才的这方面的这个 招募和能力建设啊 UC承担了很多社会的责任 就是说我们从一个大学的学生 计算机毕业的学生 我们要完整地用一年的 高强度地投入 才能够保证 他第二年其实能够上手 第二年被人挖走了怎么办呢 这个人才嘛 它有其实一个完整的过程 选 欲 留 用 这四个环节 作为我CEO 我要考虑人才的这个战略的时候 我都要考虑 人从哪来 我从哪选 这是第一个问题 选来之后 我怎么样让他更快地 融入公司 更快地能够出生产 就是培育的问题 而且他不是一个阶段 是持续的培育的问题 第三个您刚才说到这个问题 怎么留下来 UC今天是移动互联网 在技术人才第一大挖脚对象 为什么 因为我们拥有中国移动互联网 在基础软件开发最大的研发团队 我经常跟我们这个同事讲 我说你今天的身家是什么 你的工资单乘三 你是什么 你的这个很多竞争对手 比如财大气粗的 你拿工资单来 三倍走人 其实一倍就可以走人 完全 人家不关心你做什么岗位 人家条件很宽泛 你只要是什么 拿工资条来 就三倍 我不谈人工薪 我觉得呢 对于这样的这个问题呢 因为作为一个带队友人呢 我也得去解决 所以我怎么样去留下来人才 就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这个每个人呢 其实都是有这个成就感的追求 你在一个几万人的平台上 做出来的东西 跟你有多大关系 那是平台的力量 所以跟你个人啊 已经没太大关系了 但UC作为一个创业企业 它的成功最初船上 可以刻上你的名字 这对于很多人是有吉祥吸引力的 的确是这样 对吧 创业公司最大的就是这样 第二个 你的这个工作环境 UC的整个工作环境 是简单的快乐的勤奋 这个我们相比大的平台 我们一定能够让你能够跟一同 一些这个你喜欢的人 简单的人一起做一件快乐事情 我觉得环境很重要 第三个 我们就再说物质问题 回报对吧 回报问题更好算 你是准备一年拿十万 三年拿三十万 还是准备三年一次拿一百万 为什么 大公司已经没有齐全了 给你了 你只能拿薪酬 所以你三年能挣多少钱 你都能算得出来 但是你要想想 在中国要用智能改变你的生活 靠的是什么 股票 中国的互联网 对中国的这种财富的建设 最大的就是培养了很多富翁 全是通过公司的股票 所以这一项呢 UC在八百人以前 持行的是全人持股 我觉得有一家公司 百度上市之后啊 在业界有一个段子 我觉得很激励 他们号称有一个叫百万钱财 百度上市之后 他们那钱财拿到的期权 都价值百万 我就跟我们同事分享 我说第一 人家工作干得好 为什么 人家在那个钱财位置上 能够干了六年 说明你被认可 第二个呢 你在最终的成功的时候 获得了回报 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讲 就是个基地 我希望 UC在成功的时候 说你看 UC也有百万钱财 实际上 你现在讲这个东西 对你们作为一个 在爬坡的企业来说 留人是 我觉得最狠的一招 你就是说 全员持股 当然还有一些 比较好的环境 比如说比较宽松的 没有政治关系 人际关系的 这样一些环境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 比如说让他的价值实现感 但是全员持股 带来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你上市完了之后 你在面临新一轮的 推进你的企业的时候 就非常乏力了 第一你的期权已经很少了 就面临今天 你看到这些大企业的困难 第二他的创业的 很多的动力都没有了 因为很多人成了 百万富翁 一万富翁 他不会再走了 他可能做着别的事情 你可能还有那样一个恒心 你可能把移动互联网 当成你一个 好像终身的一个视野 没错 我想就是说 今天这种互联网的 这种大企业上市的 比如说百度腾讯 这个五六百亿美金的市值 他们今天遇到的问题 可能五年之后 我都会遇到 我得考虑就是 这个问题怎么解 你刚才问了 他遇到了 你也一样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 有这么几个思考 第一个 一个企业 你上市之后 其实有一个 人才流失的高风险期 为什么 对线了 大家拍屁股跑了 如果出现了这个问题 其实说明了一个 你的企业文化 在之前做得不好 对 我觉得这个企业 在上市之后 有很多人 可能就说 我不愿意再那么辛苦了 没问题 但是最重要 这些都是一个企业的人才 你可能要考虑怎么样激发他的第二春 这个问题解决的最好的是谁 我们都看榜样 我觉得联想 联想在非常的早的阶段 就已经意识到一个问题 早期的创业者 一定有一天要退休 下一批的人 怎么样跟你一样 继续玩命 创业精神 对 核心解决的办法就一个 你把这个事变成他的事 那又问题出来了 我们只有一个事 那只能有一个将军 那你说其他人会不会有 联想呢 其实是在这个 那时候就想到了一个架构的安排 其实最后上面变成了 holding company 控股公司 下面呢 按业务的独立性 我把它合并成 这个子业务 每一个业务交给一个 再有创业的精神 把它下一个15年做好的人 所以说后面就出现了 袁庆 郭伟 朱立南 红一 我觉得在这个方向上呢 中国的互联网的公司啊 因为互联网产业发展得很快 可以讲前十年的互联网公司 基本上叫没有管理 因为新业务有什么管理 而是未来的十年呢 其实在管理问题 战略问题 这些问题呢 会是一个企业发展核心竞争力 要更多的思考 我觉得在互联网的企业 早晚也会走成这样的结构 就是说 当你大了之后 你一定要有意识什么 把公司拆小 这是保证你公司 第一个 怎么有活力 第二个 怎么有这个速度 你几万人的企业 去决策一个事情 一定是效率很低的 你比如像这个大企业 都几百个产品线 让我们CEO review一遍 半年过去了 所以说 如果我自己在这个几年之后 当达到了那样的平台的企业 我一定会学习一项联想的处理方法 一定让它变成holding company 几个大的业务必要 既解决了传承的问题 也解决了二次创业的问题 今天永福这个 决在那干活 那以后身体也是有限的吧 早晚一天我们也得考虑这个问题 在管理上 其实管人是蛮重要的吧 你比如说你们这个人才 都成为大家挖人才的这样一个宝地 那你留住人才 你有一些办法 你想让人才变得 它在这个地方 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感 这一点你是怎么做的 我们既然想讲 给这个创业者 或者这些搭档们 他们有成就感 一定要注意 一定在很多业务上 要把它变成一号 我给你举个最典型的业务 就是UC一年多前呢 我们开了一个新的业务线 移动的社交平台 叫做UC乐园 UC乐园的我们的一号是谁呢 李明远 他是原来百度贴吧的负责人 当我知道他要离开百度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我一定要找到他 因为他是在这个业务上 最合适的一个人选之一 我在这个过往呢 只对一件事情很贪婪 人才 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 要把这个人找到 找到你想怎么样 能够把它留下来 我跟明远 没有多长时间 我就告诉他 明远 UC乐园 今天是一穷二百 没有 UC乐园取得成功 是你李明远的成功 不是我余永福的成功 UC乐园的一号是你 我是给你找自愿的人 帮你组织自愿的人 所以说你包括后边 那你想想 作为一个VP级的干部 你喜欢不喜欢 有这样的团队份 和这样的事业舞台 同时呢 在后边我也真是这么做的 就说 大家都可以去帮明远 帮乐园这个团队 但是我们都是贡献者 最后的决策 用命远来决策 虽然可能我们在公司的时间更长 他是一号位 做得怎么样现在 用了一年的时间 我们在这个移动社交平台上 就取得了800万的用户 我再跟你分享 就是手机的社交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就是基于位置的服务 对 基于废置服务 您知道全球现在最hot的公司是谁 Foursquare 在美国的一家公司 我们用了这样的这个几个月时间 比Foursquare做三年的业务量都还要高 我们成为了中国移动社交平台 最大的一个基于位置的服务的平台 每天用户在这个基于位置的这些服务 超过380万次 我觉得这个队伍做得还是很成功 而且我再跟你分享 今年年初他们立了一个军令状目标 这个用户要突破1000万 用了五个月完成了800万 所以我前一段时间就跟明远说 我说明远 你今年肯定能够提前很多完成你的目标 五个月完成800万了 全年的目标1000万 我觉得就说你要首先要承认每个人啊 有你强的方面 一定有你不强的方面 所以说呢 就说在不强的方面 一定要信任别人在这做得比你更好 给他充分的资源 但这里边前面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能信谁 但信任呢 又是一个我们讲record 说到做到 你能够再一次授权的基础是什么 做到做到 创业公司要过三关 第一关是产品关 第二关是市场关 第三关是管理关 创业公司在战略的制定上 我觉得你是很有心得的 你的一些体会和感受是什么呀 我觉得第一个呢 在战略上是什么 创业公司要过三关 第一关是产品关 第二关是市场关 第三关是管理关 作为创业的公司 在早期的时候 你要分别过 第一关也就是说 你在早期的时候 你可以没有市场人员 可以没有管理 集中公司所有的资源 去解决产品 因为什么 产品永远是一 市场是和管理是零 一要立得住 后边换零 可以变成一万 一百万 一百亿 但是一如果立不住 画多少个零 都等于零 所以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讲 这三关 第一关 第一关就是这个产品 因为创业公司资源不足 要有顺序 不是说一开始 我这个班子 搭得那么完整 其实不对 产品是第一个要重要 第二个这个心得呢 就是创业企业 也要讲究管理三要素 建班子 定战略 带队伍 今天的互联网创业 已经没有了单打独斗的机会 一个人创业很容易一言堂 两个人呢 这个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分析 时间长会不会掰了呢 你看最稳固的图形是什么 三角形 当我们有分歧的时候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搭档 听听你的意见 他的意见呢 就是说他如果是跟他的意见相同 我就想哦 你看两个人的想法一致 那肯定是我的想法有些问题 我会review 我会检讨 这三个人的这个结构呢 会是创业在键班子上 比较好的这个架构吧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定战略 在定战略这点上 我有一个思考是什么 今天在互联网创业里 去找机会 一定不是找今天的机会 一定是找三年后的机会 很简单 没有人在中午十二点种树 为什么 因为这个树苗成长是需要 一个时间的 需要这合适的温度 合适的光线 中午十二点 烈日当头 那棵树活不下来 所以今天如果在这市场上 移动互联网 人人都在讨论的机会 一定不是创业者的机会 像UC呢 是在04年 没有人去说移动互联网 是做产品 到07年 还没有人看好浏览器 就说没戏 我们在那几年发展 你看中国的好多的大业务 都是这样 腾讯 没有人认为它能成功 还能够起来 我觉得大机会 一定是在三年后的机会 而且呢 是在这个 别人一般看不到的机会 才可能是大机会 带队伍上呢 我这几年的感触 还是颇深的 带队伍其实就是 带自己的影子 你是什么样的性格的班长 你们班的就是 队员啊 就是什么样性格 你如果爱吃 你会发现 你一堆的人 兄弟也都爱吃 你如果爱喝酒 你一堆的兄弟都爱喝酒 你如果是一个 这个心胸大多人 你的兄弟都爱 心胸大多一些 我觉得 这个你如果是一个 守时的人 所有人开会都会守时 所以带队伍核心 带自己的影子 这几点的话呢 这几天感受还是挺深的 对 我看很多从联想出来的人 真的把这个 运用得非常的心得 其实我个人的理解 其实定战略 好像应该在前呢 我觉得战略定了 你知道什么样的战略 你才用什么人来做 才建班子 再带队伍 为什么说 我把建班子放在前呢 因为呢 中国的商业环境 是最复杂的 其实呢 对于这个带队伍的人啊 耐力 韧性 要求很高 所以这个人 在一个企业里边 尤其越往上走的时候 重要性越高 您说这个建班子重要 还是定战略重要呢 在创业企业里边啊 这两个也不完全绝对 的确是这样的 像我的两个搭档 可能呢 在06年底 在我的两个搭档 眼里边呢 还是说 这是个浏览器 还在讲 我们给中国移动 提供的服务 你看我多有价值 我一年挣一千万 可能在我投资人心里 就是我们评判 你越说那个 我觉得你越不值钱 你那个东西 是错误的方向 我觉得这个不同的团队的性质 会决定 你在这个建班子和战略上 顺序上可能会有 灵修和性的一些掌握 如果当然是最好的状态 就是你既有清晰度的 清晰的战略 同时呢 又有这个高执行的团队 那当然是梦幻组合了 但是如果不可能的情况下呢 如果让我选择 我更愿意选择 那些团队看起来 能做出好产品的人的团队 为什么 我讲互联网 产品是一 市场和管理是零 如果没有我的两个搭档 永福就是那个零 有了我的两个搭档 你把一力住了 我可以把它变成一百亿 所以这个搭档的这个配合 能力的配合 还是很重要的